作词 李宗盛 去海南是88年底 那个时候正好栓下选择 海南也需要人 这个来招人的人是谁呢 是冯伦 冯伦就提了一个条件 就来回的车票 给你朋友修 就做火车票 客观讲吧 就根本不是什么物质诱惑 或者单光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个想法 根本就是一项热情 因为他讲的是 海南省委要怎么改革 海南省委起到什么 改革开放 要比深圳还要开放 那个时候年轻的热情 跟现在就可能 像我现在招生就很不一样 这现在问待遇啊 条件啊 这个福利啊 那个时候其实就靠这个愿景 一个美好的愿景 一下就把你全部打动了 而且还告诉你 这个条件是比北京要差很多 你去不去 实际上没有任何许诺 给你物质待遇 是吧 其他的待遇 就是说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 前院真地 这样一个可以热火朝天的一个 一个特区 你愿不愿意加入 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 真是还是一个热情和理想 我记得也是冯伦的朋友 说可以借五百万个五百 利息是多少呢 百分之二十五 我还要分一万利用 这是第一个案件 我是借到这五百万 就在跟三亚新图 我记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第一个 学会了所谓的按揭 我们出了五百万 他又出了一千万 干了一个一千五百万的事 那个时候应该是 德域通合膨胀 然后政策宽松 税率也比较低吧 德域对很多人 对海南改革开放 这个前院地带 大家也觉得 在那能挣到钱 可以借钱给你 一个人在管西嘛 所以冯伦分过去 就说咱们算算站要分家 带着很多团队啊 律师啊 后来我说这样 还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就跟其中一个人 说小姨 咱五千万先下个围棋 我说我们俩一边下围棋 我说你们一边去谈判 下完围棋 我说行了谈完了 我就签字走了 就没有什么可吵架的 不是因为钱还聚在一起嘛 也不是因为钱还吵起来 我当时做了一个药厂 就把农业高科技提了 就做房地产 所以其实做房地产 还是比较幸运的 大概分家以后 97年就开始 有新项目不断地做吧 就开始走出谷底了 因为这个冯文他 比如说是个热情人 在这时候你觉得 他有些东西 好像不切世界 经常吵一吵 那个文贵权 又是个老大哥一样 是吧 经常有事就经常聚在一起 就像冯文有事讲的句话 我们开会不是为了 不是业务需要的 是生理需要 我觉得就是 海南对我人生来说 尽管短短的 我前后在那里 只有两年时间 是我人生最重要的 一个年年 又浓缩的年年 如果不是海南 像我的这个 谨慎的性格 内向的性格 不可能成为企业家 并不是怀念 仅仅是那个城市 我觉得那个时代 那些人是最亲切的 比如说怀旧 一定要回到海口 我觉得那些朋友 那些人 那些那个时代的氛围 掐着就出现在那个场景了 就还那句话 只情可待成追 只是当时一万人 我觉得冯文他更像一个 有智慧的战略家 王公权很像一个 有情有义的大哥 潘石屹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王岐富也像一个 有情有义的大哥 和一个好兄弟 柳军的像一个 感情丰富的文人 咱们